好,我們來跟各位介紹ZipRush繁體中文化的方式 ZipRush預設裝潢是英文版 那他從4R8以後他有多國語言 你可以透過perference這邊來找到 來這邊找到 找到底下有一個叫language 好,那這邊會有法文、日文、西班牙、德語、中文、韓文 這個中文則是簡體中文 你點一下,等待一下他要把語氣掛進來 那你去掛進來,你就看到整個版本就換掉了 這個是簡體中文,像這樣 好,那這個如果不習慣的話呢 我這邊有準備一個繁體中文的語氣 那怎麼換?一樣,點首選項 首選項就是perference,環境設定 那大陸的用詞跟我們用詞會不太一樣 我們叫做環境設定或叫選項,他們叫所選項 所以有些人會不習慣簡體中文的用詞 那你習慣了就用這個就可以了 就不用額外再掛繁體中文 那不習慣的話,你可以透過這裡 字定義,你可以再載入其他的語氣 好,我選字定義 好,那選擇導入 那這邊最新的是0.96這個,好,開啟 好,這邊就是繁體中文 那一開始載入的時候呢 它的那個字會蠻擁擠的 這個沒關係,你就要再點擊一下這個選項一次 它自動再排列整齊 好,這樣就好了 好,那每次打開 如果你都需要這個中文化的版本 那你在這邊要再做一個設定 這裡 自定義完了之後呢,你要做一個儲存 把這個設定值存下來 那下次你要繁體中文 就不用一個一個再這樣載入了 你只要點自定義就是繁體中文 所以載入你所需要的語氣之後 以後要比較方便可以快速取用的話 記得按一下儲存 好,它說自定義語言已經被成功儲存了 所以我們再切換一下 我現在偏好設定,我把它換成英文版 用英文的 所以有時候你在網路上看到一些教學 老外他用英文版 你想知道英文叫什麼名字 你就再切回去 英文看起來比較累的話 那我再切回我的 Custom 反體中文 這Custom就是我們的 反體中文 因為剛剛已經儲存了嘛 好,儲存 所以你就要點一下 Custom 它又再換回 反體中文 就這樣 所以你還可以在 這裡 偏好設定 這裡 你可以更換不同語氣 好,那你一開始 可能要慢慢習慣一下 ZB特有的選單 它的選單這樣很長的時候 怎麼調整 這裡有個上下箭頭 你就按住滑出左鍵 滑動 它選單是這樣子 好,那點擊這個 就會收起來 好,那以上就是ZBusher 更換 繁體中文語氣的方式 文字幕叫作詞 文字幕說明